曲今年 這年來我有幾段天職 其中的一份是幫電話打到下了 在電話頭住中心 在裡面我吃不到朋友 上班吃飯都是一個人 我已經悶到抽筋 但愈為新 我想到一個方法抗衡 開閘前半分鐘 總有好急的客人 落絕的時候夾閘 粗口聽到我一夠暈 但他們越是問 我就越是斯文 我說麻煩你重複一次 搞得夠鐘開閘 他們就問候我家人 他罵我正一猛人 說要叫個經理出來問 我都好有禮貌感回應 先生麻煩你等等 我既緊張又興奮 同時又扮了陰勤 在這個心情這麼複雜的搏鬥裡面 我開始找到 工作的快感 《希臘城話》有一個故事 講述雙手法師十六珠神的懲罰 要在地獄不斷推一塊鉤石上山 上到山頂 塊鉤石又會自動躲下山腳 他每日都要重複這種陶螺魔睛的工作 直到永恆 後人有一個講法 說諸神並不是用推石頭來懲罰西西佛師 而是用觀念 用我永世都要推石頭成做太慘的這個觀念 西西佛師知道自己改變不到命運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繼續推石頭 直到有一天 他發現他可以領持自己的命運 甚至用享受這個過程來否定 諸神對他的懲罰 於是他感到自己是快樂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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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3!